要不然金仔也不需要躲起床 一會再說 我最好笑的是 還有些人死了 這個世界本來有些金人 還要找到after before 你老母親 你真的知道嗎 記不記得我跟 我們都講過 我一早在《逼得晚報》都講過 我說他不是死了 有三大原因 我現在才講 是我一看了新聞 從頭到尾 我是一分一秒 我都沒有想過金仔會死 只有那些低能的白痴仔 可能是你 你怎麼這麼想白痴 白痴到你快點不想看那個節目 我真的不想 我真的不能想人這麼想白痴 雖然我整天說人蠢 你怎麼這麼想白痴 誰可能會死呢 金仔 你老母親 好了 我們就先講 首先要這樣講 林匡正 我又沒有聽你的節目 金正有講過他死了嗎 有 他有講過 你有講過他死了嗎 你有沒有聽到四海 沒有看你的標題 我沒有聽到四海 你有沒有講過他死了 我說金正恩 主要是看兩件事 是 第一 南韓北韓的邊境 和中國北韓的邊境 是 初初沒有移動 是 傳出中國丹東邊界 火車水燒散 幾個小時後 所有消息都封鎖了 所以不知道究竟邊境有沒有移動 然後我說 有些軍隊去殺丹東邊境那些 其實都要吹 因為你上面沒有消息的時候 你吹什麼都可以 但有一件事你沒得吹 就是北韓南韓的邊境 因為那些是你南韓方面的消息 是不會引用的 是 他就算隱瞞消息到 有什麼事他直接提供戒備級別 是 他都要 是 是 你這條邊境 那麼久了 除了金正恩 所謂五一出來了之後 有些開了槍射了對面 就沒有其他事情發生過 好